《美丽之美》曝光 赵露丝无垒携手演艺绝美爱情故事 随着三月的来临 电视界将迎来一系列新剧的大爆发 多部备受期待的剧集正式宣布首播 在这个阵容中 尤其闪耀的是《美丽之美》 一部令人着迷的作品 甚至在亮相之前就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值得注意的是 这部剧汇聚了一众明星演员 赵露丝和无垒这一备受赞誉的搭档 更是成为焦点人物 在线世界充满有关《美丽之美》的传言 暗示这部剧已成功邀请到 备受欢迎的演员赵露丝和无垒 这对演员以其在热门剧《星汉灿烂》中 出色的表现和不可否认的屏幕默契而闻名 这让人们对《美丽之美》寄予更高的期望 多元元素为视觉盛宴打造宝藏 《美丽之美》被誉为观众的一场视觉盛宴 融合了初恋、阴谋和轻松喜剧等各种元素 该剧对这些不同主题的巧妙融合 迎合了当下观众对古装剧审美的喜好 承诺为观众带来独特而引人入胜的观影体验 引人入胜的角色与默契 《美丽之美》的核心在于其引人入胜的角色 主角陆诗涵和沈福雪呈现出一种对比动态 为观众带来一场愉悦的CP体验 赵璐斯和吴磊在之前的作品中表现出色 预计他们将无缝地扮演屏幕角色 确保呈现出与观众产生共鸣的表演 星光熠熠的群星演员阵容 除了主演组合之外 《美丽之美》还以强大的群星演员阵容脱颖而出 进一步提升了该剧的吸引力 赵璐斯和吴磊之外 演员碧文俊和夏南也加入其中 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角色体验 整个演员阵容的集体才华 引发了对一个由出色表演之称的 引人入胜叙事的期待 凭借引人入胜的剧情 才华横溢的演员阵容 以及期待已久的屏幕默契 《美丽之美》在观众中引起了高度期望 该剧有望赢得观众的喜爱 通过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演员们 卓越地表演征服观众的心 随着三月的展开 粉丝和影迷们迫不及待的期待 《美丽之美》的首播 期盼这部剧不仅能够达到 还能够超越其星光意义的 演员阵容和引人注目的元素 所设定的期望 这部剧注定将成为 三月电视新片中的一颗耀眼之星 为观众带来一场 倾心而引人入胜的视听体验 最后 我们期望收到观众对于 《美丽之美》高度期待的意见 请分享您对于这部影片中知名演员 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以及其他您期待的元素的看法 您可以在下方留下您的意见 并在您期待 《美丽之美》卓越表现的同时 点击喜欢按钮 让我们一起与电视剧爱好者社群 分享热情 期待在这三月带来一部 令人难忘的娱乐杰作 感谢您的参与 敬请期待关于娱乐世界最新动态的更新 有罪的亮点 犯罪类型的一流制作质量和号召力 杨子宣布将进军悬疑剧领域 与即将播出的《GioTier》携手 让中国娱乐圈沸腾起了一片兴奋 杨子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一名 多才多艺的女演员的地位 继续以卓越的演技和在历史剧与现代剧之间 游刃有余的过渡能力吸引观众 杨子崛起的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成功 从备受欢迎的《欢乐诵》 到奇幻爱情剧《香蜜沉沉浸如霜》 再到现代剧《大江大河》 她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剧中的表现展示了 她的多才多艺 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 她在情感层面与观众建立联系的能力 巩固了她作为中国娱乐业中 最受喜爱的女演员之一的地位 《GioTier》的期待感 不仅来自杨子的参与 还来自她的搭档金世佳 金世佳音在重返20岁 扫读和他们的名字等剧中的精彩表现而闻名 为屏幕带来深度和魅力 粉丝们热切期待着对黄金组合的合作 他们相信二人的默契将无疑提升 这部悬疑剧的格调 《GioTier》标志着杨子 跳出了她通常的角色 显示了她愿意迎接新挑战 丰富她的演艺履历 尽管一些评论家偶尔批评她 局限于狭窄的剧种 杨子一直坚持表达她愿意尝试 不同类型的项目 拓展自己的演技范围 悬疑剧是一个为她展示 不同一面的崭新画布 在《GioTier》中 杨子将扮演江安这一复杂角色 一个曾经的警察天才 转变为犯罪小说家和心理专家 卷入一起谋杀案 角色的忠诚 古怪和聪慧地融合预示着 将成为杨子演艺生涯中 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剧情围绕江安的神秘失踪 以及三年后卷入由金世家扮演的 傅金汉警官领导的谋杀调查中展开 《GioTier》的叙事复杂性 由角色的层次丰富性增强 江安的复杂性与傅金汉冷酷外表下 隐藏的温暖和战略思维相辅相成 为一部悬疑和情感交织的故事设定了舞台 杨子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女演员 和金世家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男演员的 结合为角色增添了额外的深度 为观众提供了一次引人入胜的观影体验 在粉丝们迫不及待的等待 《GioTier》上映的同时 能够目睹杨子与金世家之间的化学反应是一大亮点 他们两人的才华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表明 该剧不仅将充满悬疑 还将引起观众的共鸣 期待他们在屏幕上展现出的独特默契和令人陶醉的表演 这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引人入胜的观影体验 金世家在《GioTier》中扮演的富金汉景观角色 与杨子的江安形成了一对动态而引人入胜的搭档 富金汉神秘的个性和战略性的思维 为江安古怪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平衡 观众对杨子和金世家在荧幕上的化学反应的期待 不仅仅是因为可能产生浪漫情感 更因为两位角色带来的情感和智力的动态 交互将为故事情节增色天才 《GioTier》的成功也可归因于杨子明智的职业选择 尽管他在历史剧和现代剧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他决定涉足悬疑剧领域 表明他对观众喜好和在竞争激烈的娱乐界中 不断创新的敏锐理解 这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 不仅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 还提升了他作为一位愿意挑战极限的女演员的地位 除了引人入胜的剧情和才华横溢的演员阵容之外 《GioTier》的制作质量预计将是一流的 悬疑剧通常依赖氛围感十足的摄影 音效的巧妙运用和无缝的剪辑来营造紧张感 吸引观众 随着中国电视制作技术的不断进步 观众可以期待一场视觉上令人惊艳且沉浸式的体验 这将提升整体叙事效果 《GioTier》不仅标志着杨子进入悬疑剧领域的开始 同时也是中国娱乐产业演变和成长的一种提醒 像杨子这样的实力派演员愿意探索新的领域 有助于内容的多元化 为观众提供更广泛的叙事和剧种选择 丰富了娱乐体验 总的来说 杨子在《GioTier》中尝试悬疑剧标志着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他对于探索多样化角色和剧种的承诺 加上引人入胜的剧情和才华横溢的演员阵容 引发了观众的极大兴奋 随着悬疑剧的逐渐揭开 他注定将展示杨子全新一面的演技 巩固他作为中国娱乐业中的一位实力派女演员的地位